监视器在地震中摇摇晃晃 日本千叶县在周六凌晨接连发生两次有感地震 过去三天千叶发生至少六次震度三以上的地震 尽管没有造成伤亡 专家却要大家小心 所谓的慢地震就是地壳以缓慢的滑动来释放能量 原来在千叶县外海正是大陆板块和海洋板块交错的地方 过去两天的地震 大陆板块也被发现正往东南方方向移动 而且光是今年二月一个月就已经发生两公分的位移 专家警告关东周边最近还是可能出现震度五以上能带来灾情的地震 说到地震就不能忘记两个月前发生在元旦的能登半岛地震 这家历史超过两百年的老牌温泉旅馆就在地震中出现天花板塌陷和不断漏水的状况 原本旅馆希望能在半个月后恢复营业 所以开放网络预约 只是现在发现灾情实在太惨重 或许需要两年时间才有办法恢复重新开张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络合报导